杨立伟介绍 2024年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比较饱满 涉及到了六次大任务 包括四次发射任务和两次回收任务 发射任务主要是我们天舟7 还有下半年的天舟8 还有咱们载人的神舟18号和神舟19号 两次发射 同时我们还有神舟17号的回收 以及神舟18的回收 那么今年的主要是针对六次任务 当然了还有一些研制任务了 在2024年 应该说任务还是比较饱满的 杨立伟介绍 今年即将执行任务的神舟18号 和神舟19号两个飞行程组 六名航天员已经确定 除了基础训练外 针对今年空间站的任务重点 他们也正在进行针对性较强的训练 运营7的主要的工作 实际上还是在平台上的一些科学实验 以及对空间站的维护维修 和一些组装的一些任务 因为咱们整个的空间站的这种运行 包括一些元器件 包括一些需要更换的 一些元器件比如说到了使用寿命 或者是到了该更替的地方 那么都需要航天在上面去做 对一些突发的一些 或者是比如说咱们在太能翻版 像这一次对它进行一些维护 那么也是一些临时的任务 给工程带来的一些特色和特点 2023年中国载人登月工程立项 杨立伟介绍 今年载人登月 也将加速稳步推进 那么在立项前期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技术公关以及发论证 已经做了这个大量的工作 那么立项之后呢 现在咱们的火箭系统 还有我们的飞船 包括我们的着陆器 都转入出样 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往这个下一步的一些阵阳 包括一些实验 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已经应该说好多的这个关键技术 已经这个突破了